大家好,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今天堂堂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科学家发现喝茶有助长寿 但这样喝反而折瘦 爱喝茶的人最好都看看 喝茶喝的是人生 一个爱茶的人自然会格外注意养生 从喝茶中慢慢沉淀下来的健康身体 是茶对爱茶人最好的回报 中国人的养生注重寻天地之道 道法自然 茶取于天地之间 从自然的手法加工制造 正是遵循了养生之道 科学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健康长寿的秘诀 喝茶 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卫生统计里 日本人的平均寿命连续20多年 位居世界第一 日本的冠心病死亡率 仅为0.041% 全球最低 甚至日本的肥胖率还不到4% 为什么日本人的寿命很长 医学者研究发现 爱喝茶是日本人长寿的秘诀之一 这是因为茶叶的特殊成分 茶叶中最重要的天然功能成分就是茶多酚 而茶素类是茶多酚的主体成分 茶多酚具有抗氧化 消除养自由基 抗炎 抗菌 改变肠道菌群生态等多项功效 能帮助控制体重 降低心血管病 发病几率 每天适当喝几杯茶 是长寿茶 妨碍茶 但如果喝法不对 可能就会变成致病茶 害命茶 一杯浓茶百害而无一例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错误的喝法 很多人都有 喝茶可能半杯子都是茶叶 总觉得这样才够味儿 实际上 爱喝浓茶的一定要注意 这个习惯百害而无一例 一 浓茶毁肾 浓茶含较高的肤 常喝浓茶会损害肾脏 因为肾脏是肤的主要排泄器官 当机体摄入过量肤 超过肾的排泄能力时 导致肤在体内蓄积 肾脏含肤量会明显增多 引发茶叶型肤中毒 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个观念 就是浓茶解酒 但事实上 酒后饮用浓茶相当于雪上加霜 火上浇油 因为茶叶中就有茶碱 具有利尿的作用 大量饮酒后 酒精来不及分解 就会随着茶叶进入到肾脏当中 对肾脏产生损害 此外 茶叶中也含有形成结石的物质 经常喝浓茶的人 要注意自己是否患有肾结石 二 浓茶毁味 浓茶中含过多的咖啡因 茶碱等会刺激胃皮细胞 导致胃酸过多 长此以往胃粘膜会受到刺激和损害 造成炎症 冲血 水肿 糜烂 甚至胃溃疡 胃食道烧伤 溃疡 调查显示 70%左右的胃溃疡病人 有喜欢浓茶 另外 浓茶中的咖啡因 还可使人上瘾 形成恶性循环 三 浓茶毁血管 老年人的血管脆弱 清淡的绿茶有利于高血压病的治疗 但是 浓茶会引起大脑兴奋 不安 失眠 心悸等不适 从而使血压上升 此外 咖啡因的刺激作用会促使心跳过快 血流加速 呼吸加快 易导致心律不齐或心动过速 产生心悸症状 对患有心动过速 早博和防颤的冠心病患者非常不利 饮用浓茶会增加血容量 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加重心脏负担和心力衰竭症状 这些对心脑血管病人来说 有时候非常致命 四 浓茶回骨 浓茶中的咖啡碱含量较多 而咖啡碱既可抑制12指肠对钙的吸收 又可加速尿中钙的排出 由于抑制吸收和加速排泄这双重作用 导致体内缺钙 易诱发 骨中钙质流失 天长日久 便会出现骨质疏松症 容易发生骨折 五 浓茶会寿眠 浓茶会导致失眠 这个我们都知道 茶叶中含有2%到5%的咖啡因 浓茶中咖啡因含量则更高 一杯浓茶中含有100毫克左右的咖啡因 过量的咖啡因可导致神经过度兴奋 引起失眠 六 浓茶会营养 浓茶中所含柔酸也多 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 表现为缺铁性贫穴 还可以和食物中的蛋白质 维生素B1结合 导致便秘 营养专家发现 过量饮茶会增加尿量 引起酶 酶等重要营养的流失 七 浓茶会药效 茶叶中的柔制 茶碱 还容易与催眠 镇静等药物和含铁补血药 煤质剂药等药物发生化学变化 一般认为 服药两小时内不宜饮茶 什么样的茶算浓茶 从感官上来讲 浓茶基本有一个共同特点 口味过于苦涩 就是颜色很浓 有点浑浊的感觉 等茶凉了之后 会在上面漂一层茶油 从量上来讲 健康的成年人一日饮茶12克左右 每次三克 用150毫升水冲泡是适宜的 如果大大超出这个量 那就是浓茶了 当然除了浓茶 还有煤变茶 创味茶 酒泡茶 过烫茶 深茶 焦味茶都喝不得 对身体没半点好处 喝茶的正确姿势 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 会喝似乎更重要 比如不同的茶叶 在水温功效成分上 都有很多讲究 你喝对了吗 一 多喝新茶 少喝橙茶 老话说 明前茶贵如今 正是因为新茶 含有的茶多酚 等有效物质多 另一方面 橙茶万一储存不到 更容易发生变质 要当心分辨 二 冲泡水温有讲究 绿茶的芽液比较细嫩 一般用80摄氏度左右的水冲泡 才不会破坏茶中的维生素C 而红茶对水温要求更高 用90到100摄氏度的 废水冲泡才更好 三 喝茶因人而异 采质品种与加工工艺的不同 让茶叶功效有着细微差异 就拿最常见的红茶和绿茶来说 分别适合不同的体质 红茶是全发酵茶 蛋白质含量多 能暖胃 帮助消化 适合饮食油腻的人 绿茶保留了鲜液的茶多酚 咖啡碱等天然物质 适合上火 常抽烟 急需提神的人 适合高温天气 喝的五种茶 高温天气很容易给人们 带来燥热 倦怠 食欲不振 甚至是中熟等症状 该如何来对付它们 喝茶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一 绿茶 身经止渴 强行提神 绿茶之所以叫绿茶 在于干茶绿 茶汤绿 泡后的叶子也绿 绿茶是未经发酵制成的茶 保留了鲜液的天然物质 讲求新鲜 最近一段时间天气炎热 人出汗多 往往很容易导致血的粘稠度变高 容易感觉到疲惫 头晕 绿茶收敛性强 蕴含丰富的氨基酸 具有消热消暑 解毒 去火 降噪 止渴 生经 强行提神的功能 可以达到消暑降温的效果 适宜人群 体热火大人群 但过敏体质 脾胃虚寒者不宜过多饮用 神经虚弱 容易失眠的朋友 也应避免晚上饮用 二 金银花茶 消暑降肝火 金银花具有清热解毒 消肿止痛等功效 在夏天饮用十分好 但脾胃虚弱的人不宜常喝 适宜人群 便秘 口干口臭 烟酒过度 油腻过多 肝火过旺的人群 以及情绪焦虑 压力过大的朋友 三 菊花茶 清干明目 据顾及记载 菊花味干苦 性微寒 又疏散风热 清干明目和清热解毒等作用 而菊花茶则经过鲜花采摘 阴干 深晒真晒 烘焙等工序制作而成 适合干火旺 咳嗽 肺热人群 四 苦桥茶 酱三高 清肠胃 据本草纲目记载 苦桥麦味苦 性贫寒 益气力 续精神 利耳目 有降气宽肠肩胃的作用 现代临床医学观察表明 苦桥麦具有降血糖 降血脂 增强人体免疫力的作用 对糖尿病 高血压 高血脂 冠心病 中风等病人 都有辅助治疗作用 苦桥茶有显著的 健胃消食功效 所以应在饭后饮用 如果饮用者处于饥饿状态 腹中已经没有食物的时候 再大量喝苦桥茶的话 肯定会加重饥饿感 特别是低血糖人士 此时会出现血糖下降的不适症状 因此需要特别注意 七种人喝不得 喝茶一旦耳不宜浓 偶尔几次喝了浓茶 也不会有大碍 但是下面七种人可千万不能喝 喝错伤身甚至丧命 1.胃溃疡 浓茶可引起胃酸分泌量加大 增加对溃疡面的刺激 影响愈合 加重胃病 同时 服药期间喝浓茶会降低胃药的疗效 不利于疾病的康复 2.心率失常 茶叶中含有茶碱等物质 这些物质对中枢神经有明显的兴奋作用 使人的心跳迅速加快 造成心动过速等 甚至产生心悸症状 这对心脑血管动脉硬化的病人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浓茶大量进入血液 增加血容量 能加重心脏负担 加重心理衰竭程度 3.驾抗 驾抗患者的基础代谢率本来就很高 如果大量摄取茶叶 有分泌粘液的作用 使肠液分泌减少 不能润化肠道 粪便在肠道内滞留时间延长 肠必对粪便水分过量吸收 引起粪便干燥 排出困难 因此便秘的人也要少喝 7.抑郁症 浓茶亦让人兴奋 加重抑郁症患者的失眠症状 建议他们在上午适当喝些淡茶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桃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